中共中央纪委、国家监委周日发布通报 贵州省政协前主席王富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纪委审查和监察调查 通报并未说明其被调查的具体原因 王富玉早年曾在河北海南官场任职 2004年12月起 王富玉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掌握实权职务7年多 曾是现任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在贵州的副手 2012年1月王富玉转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一职 2018年1月退休 中共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 贵州官场持续地震 已经有多名高官被查 2018年中共两会前 中纪委启动第一轮巡视 作为巡视点之一的贵州省 在巡视组进驻后的两个月之内 贵州官场有高达112名官员被立案调查 落马官员中也包括退休官员 王富玉是继辽宁省政协前副主席李文玺 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宋亮之后 近年通报被查的第三名部级官员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